零一曾经有一位男孩,喜欢一位女孩很多年,也追了这位女孩很多年。 后来有一天,女孩突然对这位男孩说,我们在一起吧,男孩很高兴,但是仅仅半年后,他们就分手了,是男孩主动要求的。 我曾经问过他,你不喜欢他了吗? 他说不是,他一直是他这辈子最爱的人,我问他,既然这样,那为什么还要分手? 他说是因为自卑,在他的心里,那个女孩就像一个女神一样的存在,是完美的,而他觉得自己的身上有太多的不足,根本配不上他。 因为这种心理的存在,他们在一起的时候,内心总是很坎坷,充满了压力,经常有一种被吞没的感觉,于是最后,他选择了逃离,这种在感情中的自卑,就是自我价值感低的一种表现。 这是一种自我破坏的力量,他会在潜意识中阻止自己去追求美好,去拥有幸福。 就像那个男孩一样,生活中,有很多人属于自我价值感低的人,并为此而苦恼,所以我们该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? 02首先,我们要了解清楚,一个人的自我价值感的高低取决于什么,其实,它并非像我们想象的那样,取决于一个人外在表现的是强势还是弱势。 相反,它更多取决于一个人内在的自我任何程度,这主要包含两层意思。 一,在处理事情的时候,我有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? 二,在与人交往时候,我是不值得他人的喜欢,有的人看,起来气势汹汹,很强势,但其实,内心很虚弱,自我认可度很低,所以在面对别人的质疑和否定时,才会有过激的反应,表现出很强的攻击性。 这样的人,同样属于自我价值感低的人,后台回复关键字,价值感,可获取主播育成的朗读音频03那么,有哪些因素会影响我们对自我价值的感受和感受?